From小纽美国法律咨询 微信号 New Yorkers 这段时间 富豪爸妈花钱送孩子上名校的事件余波不断 美国媒体各种深挖报道角度 因为这几年中国留学生人数一直蝉联冠军榜首 正所谓数大招锋 也不幸躺枪被媒体盯上 立即有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的大学备考 教育中介在中国留学中介面前 简直就是小屋见大屋 论包装人才 优化履历 中国留学机构 才是666了 论在教育事业上 舍得投资还得是中国爸妈啊 01 中国留学生爸妈都是有钱人 上哪个学校都没定 开学时间还早 光花钱请中介帮忙申请大学的费用 就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了 中介帮我润色了文书 改了语法结构 不恰当用词等等 还帮我筛选出有利于申请的课外活动 个人经历 我的大学同学 只要是中国留学生 几乎都是通过留学中介申请美国大学的 中国留学生口述 上面这位接受采访的中国留学生向媒体透露 自己父母花了9万美金找中介为TA进行包装 中介向自己保证 会收到来自全美排名前六十大学的三至五份录取通知书 虽然服务价格不菲 但如果交了钱 就真能进入美国名校 听上去的确十分诱人吧 根据美国市场研究机构Technovio预测 中国的留学机构培训产业价值 预计将在2021年达到83.3美元亿 02 中介服务是否跑偏 经过长期对美国大学的申请流程 以及美国大学招生办老师喜好的研究 对于本身旧品学兼优的留学生来说 中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学生更好的规划 未来赴美学习方向 也可以为学生的申请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如果是普通英语写作都够呛的学生该如何申请 光是修改这些学生的文书 都可能让机构老师闹心得意抓一大把头发 那么问题来了 到底谁来写这些学生的文书 适当的点拨和建议未尝不可 但是某些机构老师直接为学生操刀 甚至直接编造个人经历 去迎合美国大学的入学要求 这几年中介里被爆出伪造成绩单 篡改证明档案 大写文书 甚至买通学校招考人员的各类丑闻 我们没少听到 这样的做法真的很不光彩 但在现实中 这种现象仍然存在还很猖獗 Nina Foitt S-H-E-N-G-L-A-R-N-I-N-G 国际教育创始人CEO 他还表示 许多人都以为是中介为了赚学生钱 才为其代写文书 殊不知有部分家长会对那些 不愿意造假的机构老师恼羞成怒 认为是中介的服务不到位 条件不够 造假来凑 一位1950年就赴美就读 马里兰大学的老留学生 发出这样的感叹 许多中国留学生把四年的美国大学 当作是来度假的 截图来源于Inxt on News 版权属于原作者 美国大学录取那些背景 被过度美化的中国学生 对于本土学生来说 简直就是在帮倒忙 截图来源于Inxt on News 版权属于原作者 这位老留学生的过激言论 是否是恨铁不成钢 怎么就有人这么喜欢给中国留学生贴标签呢 03 寻找可塑之财 而非完美人才 不知是因为我们太未雨绸缪 还是对自己不够自信 其实美国名校的标准 其实并没有许多学生和家长眼中那么的高不可攀 得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 固然吸引人 但在面试观眼中学生自带的闪光点更加可贵 这样的学生往往掌握住较广知识面 但对于某一领域有特别的研究和兴趣 能够做到树叶有专攻 截图为T型人才是一图 版权属于原作者 原本只拿到冰冷材料的学校招生伴老师 可能会因为学生的谈吐 想法和远见直接改变录取结果 19岁的中国高中生Yang Z.O.Lang 曾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 他的面试让他直接拿到了公立长春藤名校之一的佐治亚理工学院G-L-L-G-I-A-R-N-S-T-I-T-U-T-L-F-T-E-C-H-N-O-L-O-V-Y 的录取通知书 他的SAT成绩非常一般 但他在面试中 针对自己很感兴趣的油电汇和车白金侃侃而谈 很明显 面试官由此认为Yang是个可塑之才 尽管他的课业成绩并没有那么优秀 但依旧给他发了AFA 由于中国学生的数量猛增 我们希望对于国际学生的要求 不仅限于学术成绩 而是希望学生能展现参与度和积极性 并给学校带来贡献与活力的候选人 Rick Clark 佐治亚理工学院本科招生办主任 美国大学也不是傻子 随助这些年 中国留学生人数猛增 很多学校也意识到有些学生跟不上课业进度 所以许多美国大学已展开更详尽的申请机和环节 将材料的真实性作为考察重点 部分大学早已与第三方机构合作 通过与申请人的面对面交流 考核该学生的口语和写作能力 观察他的所言所行 是否与文书中提到的个人经历相吻合 与美国富豪爸妈不同的是 中国爸妈虽然也出钱出力花心血 但都是建立在孩子学业成绩的基础之上 希望通过留学中介 能助孩子一臂之力 虽然有个别弄虚作假的情况 但并不代表找留学机构 丢化背景资料 和深浅材料的中国学生 就是不符合美国大学录取标准的 这两件事可不能混为一谈 看完了今天的文章 美国爸妈和中国父母 都为了孩子的入学问题操碎了心 你对于中国父母花大价钱 使用中介服务怎么看 欢迎在文末给我们留言互动 发表你的看法 本文系授权释出 Binness From小纽美国法律咨询 微信号 New Yorkers 欢迎朋友轩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新兴国际诚意推荐 本期推荐阅读 微信后台回复舞弊 阅读文章 1.68亿 美国史上最大招生舞弊 涉及FAT ACT管理层 耶鲁 斯坦福等八所名校 微信公众号又双弱拙改版了 为了让大家第一时间看到优质的海外内容 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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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星标或置顶新兴国际 我先讨论 我先讨论 我先讨论